货柜车和小客车机车穿流不洗 画面上是热利三街与迈京路口 尤其是每天上班时段塞车相当严重 为了设法解决问题 市府相关单位到场进行会刊 由警察局主持 当地多位里长和安乐区的市议员 及安乐区长都到场进行讨论 期盼尽速改善这个交通难题 因为我们热利三街 只有一条国家新城五福六合 长乐甚至三明里 都是使用这一条热利三街这一条路线 所以到了早上要出门的时候 真的上班时间塞得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希望说 这边能够改成四线道 上二下二的这样子的话 疏解我们上面的交通 当然这是短期方面的 最长期我们最希望的规划是 能够帮我们国家新城 打通第二条连外道路 从我们五福里到壮观里 然后再到我们麦津路的话 这样子的规划路线的话 那是更好的 以及另外一条配翔所希望的 从我们上置货柜能够评估规划 直接到二高这样子的一条路线下去的话 整条路就会长通顺畅 包括交通处包括警察局包括公务处 来这边办理会刊 主要就是希望说我们这次的会刊 可以把这边拥塞的车流量 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疏解 那另外一方面我是在这边提议的话 是前面有一些在热利三街下来的地方 会有一个相当大幅度的转弯 而这大幅度的转弯导致路幅的不够 而因为路幅不够的话 我们会看到很多不管是国道客运的巴士 还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连接车 就会卡在路中间导致说后面的车子 后面的小客车回堵到国家新城牌楼上面去 因此我刚刚也提议警示政府协调 看能不能是否把这个突出来的这个弯道 截弯取直让整个车流量可以更顺畅 热利三间的一个路幅的一个检讨 看是不是开为两线道 假设是未来是长期性是开两线道 是最适应的一个交通的疏散方向 那另外在短期之内是不是在 我们线目前上行的两线道 我们时间上六点半到八点 做一个掉波车道 那刚才会卡的时候 因为做掉波车道 可能在我们下园热利三街口这个地方 大型车要转上去的 可能有它的困难度 所以说我们还是尊重我们今天交通处 还有我们警察单位 还有公共处他们相关单位 做一个评估 后续的一个彻底的改善 让我们这个塞尸的情形 一个建造的解决 热利三间卖金路口 这边是两线道 就是出门的时候是两线道 可是在从国家行程出来的时候 在二姓小学再往上一点 是一车道而已 虽然很常因为红绿灯的管制的状况下 导致就是明明是绿灯 但是出不去的状况 所以也希望说金融市政府 趁这个机会来检讨看看 看有没有机会来把这个单线道 改成是两线道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国家行程的上班的车流 可以疏解之外 还有包括我们迈金路 要往那个基金一路 要去上国道的这个车流 也希望可以有两线道来舒缓 那也另外一方面也是 我上半年的时候会看 希望说不要让那么多汽车 为了赶时间上班 然后造成说有误闯到 急慢车道被开罚的这个问题 可以被解决 经过充分讨论会刊结论朝向调整 号制秒差和车道来推动 乐利三接往迈金路方向 由交通处在上午尖峰时段 调整号制增加10到15秒 另外针对乐利三接的车道 由交通处重新规划为 双向均为两车道 而迈金路的安和二接 往石皮赖圆玄环方向 也规划改为两车道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